哈喽,小朋友们,我是安妮塔老师。 你们有没有喂过小羊喝奶或是吃草呢? 安妮塔老师曾经有去农场喂过小羊, 也有看过正在剃毛的绵羊。 羊妹妹真的是很可爱呢! 今天,安妮塔老师准备了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故事叫做《克利斯丁与小羊》。 从前有一个妇人,她有三个女儿。 大女儿和小女儿都跟母亲一样长得一头红发,又黑又壮。 只有二女儿克利斯丁长着一头金发,皮肤又白又漂亮。 她的母亲和姐妹们都很嫉妒她。 他们对克利斯丁说, 你跟我们都长得不一样,一定是外面捡来的! 他们扔鞋破旧的衣服给克利斯丁穿, 让他们吃他们剩下的剩菜剩饭, 并把她当仆人一样使唤, 想方设法地欺负她。 这天, 姐妹们只让克利斯丁吃了半个面包, 就叫她饿着肚子去草原放牧。 可怜的克利斯丁, 坐在田埗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不知道哭了多久, 当她抬起头时, 发现身边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一个老婆婆。 老婆婆说, 小妹妹啊, 你为什么要哭呢? 克利斯丁回答, 我的母亲和姐妹们都不喜欢我。 他们今天又只给我吃了一点面包, 我现在真的好饿哦。 老婆婆说, 小妹妹啊, 擦干你的眼泪, 让我来教你一个办法, 你以后啊, 就不会再挨饿了。 老婆婆指责在草原上吃草的其中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羊说, 你只要对着这只羊说, 小羊儿妹妹叫, 小桌子, 我饿了, 这样你的面前就会出现一张干净的桌子, 上面会白满美味佳肴, 你可以尽情地吃。 吃饱之后, 只需要说, 小羊儿妹妹叫, 小桌子, 小桌子消失吧, 这样桌子就会在你眼前消失了。 老婆婆话一说完, 就消失不见了。 克里斯丁揉揉揉眼睛想, 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不过试看看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因为我真的好饿哦。 克里斯丁学着老婆婆说, 小羊儿, 妹妹叫, 小桌子, 我饿了。 话刚说出口, 一张干净的小桌子便出现在她眼前。 桌子上摆着盘子, 刀叉和汤匙, 满桌可口美味的食物正冒着热气, 就好像是刚从厨房里端出来一样。 天哪, 我居然不是在做梦哎, 这真的太神奇了。 克里斯丁津津有味地开始吃了起来, 吃饱之后, 她又按照老婆婆教的, 小羊儿, 妹妹叫, 小桌子, 消失吧。 转眼之间, 小桌子和上面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 等到傍晚, 克里斯丁赶着小羊回家, 看到姐妹们, 在她的碗里只留下了一点点的食物。 她连吃都没吃, 就去睡了。 等到第二天, 她又出门去放羊, 出门时, 也没有带上姐妹们留给她的半个面包。 刚开始姐妹们都不在意, 可是每天都这样, 她们便开始觉得奇怪了。 母亲说, 克里斯丁最近怪怪的, 以前不管我们给她什么食物, 她都会吃光光, 但是最近都不吃了, 她一定在外面吃了什么好吃的食物才回来。 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们便决定由大姐跟着克里斯丁出门, 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人给她送好吃的食物。 这天, 当克里斯丁要出去放羊的时候, 大姐便走过去对她说, 我发现最近羊都变瘦了, 是不是你偷懒没有带羊去吃草呢? 今天我要和你一块去草原放牧, 好好监督你。 因为有大姐跟着, 克里斯丁根本没办法把小桌子变出来吃午餐, 所以克里斯丁便想了一个办法。 她们找了一个大树坐下来, 克里斯丁说, 姐姐, 今天太阳好大哦, 我们先坐在这里休息, 你可以睡一下, 我会过好小羊的。 大姐因为平常根本没有走这么远的路, 这次跟着出来放牧, 早就已经疲累不堪了, 再加上克里斯丁在旁边开始唱起歌来。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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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于是, 大姐便渐渐地合上了眼睛, 睡着了。 克里斯丁看到大姐终于睡着了, 便说, 小羊儿 妹妹叫 小桌子 我饿了 然后 美味的食物便出现了 吃饱之后 她又说 小羊儿 妹妹叫 小桌子 消失吧 转眼之间 一切都消失了 克里斯丁摇醒熟睡的大姐说 大姐 我们该回家了 他们回到家后 母亲和小妹偷偷地询问大姐 有没有发现是谁带食物给克里斯丁吃 大姐回答 我 我睡着了 什么也没发现啊 第二天 母亲对小妹说 这次换你跟着她去 看看克里斯丁在外面 到底有没有吃饭 是不是有人送食物给她 于是 小妹便走过去对克里斯丁说 我今天也想跟你去放羊 他们赶着羊走了好远的路 克里斯丁说 妹妹 我们先坐在这里休息 你可以睡一下 我会顾好小羊的 于是 克里斯丁又开始唱起歌 小妹也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睡着了 但是其实小妹根本就没有睡着 她眯着眼睛偷看着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以为小妹睡着了便说 小羊儿 妹妹叫 小桌子 我饿了 然后美味的食物便出现了 吃饱之后她又说 小羊儿 妹妹叫 小桌子 消失吧 转眼之间 一切都消失了 克里斯丁咬醒假装睡着的小妹说 妹妹 我们该回家了 他们回到家后 小妹告诉母亲说 我知道克里斯丁 为什么在家都不吃东西了 我看到她对着一只 黑白相间的羊唱歌 然后就出现了很多美味的食物 母亲知道后生气地说 没想到 她居然藏着一只有魔法的小羊 偷偷地吃着美味的食物 没有告诉我们 真是太可恶了 母亲带着大姐和小妹来到后院 指着一只黑白相间的羊说 小妹啊 就是这只羊对吗 那你现在对着它唱歌 让它变出美味的食物给我们 小妹随着克里斯丁开始唱着 小羊儿 妹妹叫 小桌子 我饿了 小妹唱完歌之后 什么都没发生 怎么会这样啊 它是这样唱的没错啊 小妹又再唱了一遍 小羊儿 妹妹叫 小桌子 我饿了 还是一样 没有出现美味的食物 母亲生气地说 哼 既然这只羊不愿意变出食物 那今天晚上就把它煮来吃吧 没有这只羊 克里斯丁也就没办法再变出美味的食物了 哈哈哈哈 当天晚上 母亲炖了一锅香喷喷的羊肉 便叫克里斯丁过来说 听说 你特别喜欢这只黑白相间的小羊啊 我今天晚上就特别煮给你吃 你可要多吃一点啊 克里斯丁听到母亲说的话 她才知道 那只会变出很多美味食物的小羊 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晚餐 母亲和大姐小妹 一边看着一脸难过的克里斯丁 一边开心地吃着羊肉 迟到一半 大姐突然开始发出羊的叫声 妹 我 妹 我 我怎么会 妹 大姐的头上突然长出羊脚 而一旁的小妹及母亲 也开始发出羊的叫声 妈 头上也开始长出羊脚 过没多久 他们三个 居然慢慢地变成了三只小羊 这天过后 克里斯丁一样每天带着小羊出去吃草 不一样的是 克里斯丁不用再像以前一样 饿着肚子 而家里的后院 则是多了三只肥嘟嘟的小羊 小朋友们 在故事里 克里斯丁的母亲和大姐小妹 他们因为克里斯丁长得漂亮 和他们不一样 就故意欺负她 让她饿肚子 甚至还把她的小羊给煮来吃 结果最后 还自己也变成了小羊 小朋友们 我们千万不能因为别人和我们不同 就嫉妒人家 欺负别人 这样是不对的行为哦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 by bwd6 by bwd6